葡萄班班長歡迎我們 說今年因為連鎖的含海 導致我們整個葡萄影響很大 早春葡萄現在會一顆小顆 還有不說到以上 真其的葡萄現在來說 看到包括酒桃花 以及整個肉粽品等等 可以說影響很大 我們班長他們的工法大概影響到五成以上 還繼續落後可能到八成 我們中法官農總有一千兩百公斤的葡萄的種植面積 分別是在大春西湖跟我們的埔心是最大量 他目前各個總幹輸出反應回來 我們今年的葡萄的一個收成顯然會不是很理想 那在這邊要希望我們的農友 針對有受損的部分那些拍照 那管監府也會持續的來關注 那大家有這個災情就盡速跟公所來報 那我們會會整我們的相關的一個災損 盡速的跟我們農委會來做反應 那也希望我們農委會 因為這個都是延期延遲後的一個災害 那也希望農委會能夠關注我們的這個葡萄農 這個儘早來做相關的一個這個災害的一個補助 那另外我們今年是最新的年息息的這個補助 也希望我們的這個農民可以考慮看 是不是用這個息來這個種植的一個部分 來這個加強自己未來的一個生產 因為我們看到極端氣候的一個狀況 勢必是不可免的 那未來靠天吃飯的日子也會越來越辛苦 也希望農民把握最後這一年我們設備的一個這個申請 減輕自己的負擔 今年剛才這個韓海這個葡萄 剛才這個漏蝠連續漏蝠都沒有出日子 已經幾禮拜幾十天了 應用到這個生長 他生長的時間 沒辦法噴油 今天台中這個漏蝠感染很嚴重 已經汽水已經都沈入這個漏蝠 因為這要再來噴油 定義如果沒有效了 因為很嚴重 他現在社會都一樣都幾歲了 希望我們這個管長 歡迎我們這個農委會 如果我做新陳補助 因為大家都扣天吃飯 這幾年就開始整理 到現在已經市政流要三月 因為二月二月三 感謝自己的觀眾來關心 有時候那時候母豬就已經有受到一些影響 那親認真把鼓鼓到近年 本來安公近年這樣 要看風修 結果又遇到這個韓海跟雨 連續的一個下雨 導致他們分撒農藥也來不及 然後也這個花也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那勢必也看得出來 未來的一個損害真的是很嚴重 水在這邊 我們還是盡速希望有受災害的農民 快點跟公所來回報 那我們會會整大家的一個受災面積 盡速的往農委會 來報來爭取我們的一個 這個災害的補助